可以看到15號上午10點多 一架不明航空的飛機 從恆春半島低空飛過 這罕見畫面也引來 當地民眾好奇 難道是有什麼緊急狀況嗎 不過這有航空迷指出 這可能是隸屬美國太空總數 NASA的道格拉斯DCA 噴射客機 帶你看一段現場畫面 好 可以看到這架飛機 真的是距離地面非常的近 那航空迷表示 這是非常罕見的狀況 也猜測可能是因為 恆春有戰備機場 美國為了測試 台灣西部戰備機場的試航狀況 加上想避免政治問題 才會派這架飛機來測試 那目前可以看到 這架飛機經過恆春後 接著飛往台南以及嘉義等地區 這畫面可以說是相當的稀奇 也難怪引起當地騷動